草屯镇所种植出来的稻米品质相当优异 除了有好的灌溉水还有农会积极的行销 本市联合草屯镇公所启动海外拓销模式 特别在南浦年米厂举办风贵起航典礼 月光米和农会古茶油、玄米茶来行销出离 相信这是一个开始 我们未来有很多地方特色的农产品 像栗子南瓜、葡萄 丁丁的有一个农产品 我们农会都会先办法 来跟国家提供出来 为了行销在地优质农特产品 草屯镇农会积极拓展各种通路 本次以台农77号白米以及农会所研发的米食相关产品为主 未来更会积极规划 行销更多优质产品 首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草屯镇公所跟草屯镇农会 我们今天做农产品最高兴的一天 因为我们的产品终于可以卖出去了 我们这些农民在农会不断的交易之下 这些栽培技术我们一一的把它呈现出来 在各级长官的协助之下 我们总算开通了新加坡市场 尤其是我们的苦茶油 号称东方感染油 现在我们只要改一个英文字母的包装以后 加上我们有这个防伪标签 外销到新加坡一定非常的畅销 农会积极辅导农民 田间管理 生产履历等等 建立良好的七座生产模式 如今顺利拓展行销通路 让在地优质农测产品能够在世界被看见 我们草屯镇农会这树跟新加坡这方面 大家结合在一起 从我们草屯镇的米 最好的米 也能推广到世界各国去 草屯镇的米 从新加坡到新加坡才来 带農到我们草屯镇的米 都尽量把外销出来 让我们农民 都觉得他们的米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吃的地方 去到世界各国也都吃到我们草屯镇的米 所生产出来的优质刀米 在各级长官的促成之下 将草屯镇优质的农特产品推向国际 希望未来能够持续的拓展市场 让台湾优质的产品能够行销到国际 接着六层草屯采访报道 给大家看一下